还记得我们节目批评共和党的全国大会 RNC因为他们请了一个席客叫的女巫 上台宣扬她假神的名 然后带领的所有的共和党的人 跟她一起跟她的神祷告吗 节目播出来之后 有一堆正义魔人在下面留言 你们很奇怪耶 共和党就是个党啊 又不是选牧师 这是包容 这是多元啊 我同意 但是我觉得如果共和党要模糊基督教 基督教不能说耶稣会offend到其他人 会冒犯到其他人的话 那那个女巫也不应该说出她神的名字 然后基督徒更不应该跟她的神祷告 这个是我最低的底线 只要他们超过 我就一定会说出来 这个样子不对 没有错 政党是政党 宗教是宗教 共和党不要耶稣出现 那你就不要逼着我们拜他们的假神 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个样子下去的话 会变得跟民主党一样 以下是为什么绝对不能选民主党 以及我们妥协的话 共和党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里是大家期待已久的DNC 民主党全国党内大会的开头致辞 就是要呼吁我们 要把整个美国卖出去 MabeSagidz 从我们十字幕内党内大会的 我们也承受了 我们贬任的 争取人口 当时的争取时 我们购乱的争取 争取的争取 争取人口 仍然发生 争取的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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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取是 争取的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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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取争取的争取 Hochunk Menominee Sack and Fox Peoria Casquia Wia Kickapoo Maskatan Maskotan Democrat Let's see And I believe that is That is our land acknowledgement Mazigirad's Nakbago 这个是整个民主党全国大会的开头 整个民主党2024年的选战 就是建立在那个上面的 就是美国其实不是属于美国人的 而是属于一堆原住民的 印第安人的这个部落 部落的名字 这些民主党的人 自己都没办法读出来 OK 都没办法发音的部落 这个其实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事实 民主党透过彻底的摧毁美国来拿到权力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说 美国不是属于美国人的 以下是2024年代表民主党的 参选美国总统的Kamala Harris 2019年说的话 Let me just say as a 我们必须要偿还我们偷走的 占领的土地 就是要把整个国家都瓦解的概念 我必须说 我买房子 我妈买房子是有付税的 然后是有付钱的 请问美国政府有付钱吗 美国现在的地 美国政府有付钱吗 为什么是属于它的 这点我一直很不了解 所以说偷走了 现在他们要偷我们的财产 我们付了钱的 我们有使用权的财产 美国一开始 美洲大陆这边有一开始有一些原住民 然后欧洲人来到了这边 其实透过了很多的交易 买卖合约 当然也有战争 来建立现在的美国 然后这位即将要竞选总统的人 说我们要把这些土地还给原住民 他在里面说了一个一句很重要的话 就是我对这个想法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强烈 这个其实就是他们开放边境的起源 很表面的观点 美国打开边境 让非法移民进来 会让民主党会有更多的票 但是要合理化 而且正义化这样子很恶心的思想的方式 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土地上 没有任何的权利 所以说我们没有任何权利 阻止任何人进入到这块土地上 民主党党内大会的第一天 开启了第一个会议 他们的第一句就是在讲说 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 这是个美德 要把美国毁掉 丢弃 然后是一个道德层面的美德 大票仓 几乎所有的工会 都是支持社会主义的 但是今年已经烂到不行 工会要继续生存 就是要有工人继续工作 然后付他这个工会费才对 才可以 在美国有很多地方 都很多人失业了 而且很多工会反而是跟大公司 一起来打压他们的员工的 因为他们有民主党 在他们后面把他们撑摇 所以最大而且最重要的工会的老大 但是今年很不一样 因为工会 Union一直以来都是民主党的大票仓 几乎所有的工会都是支持社会主义的 但是今年已经烂到不行了 工会要继续生存 就是要有工人继续工作 然后付他这个工会费才可以 在美国有很多地方 都很多人失业了 而且很多工会反而是跟大公司一起来 打压他们的员工的 因为他们有民主党在他们后面 把他们撑摇 所以最大而且最重要的工会的老大 Sean O'Brien 今年反而跑去支持共和党 跑去支持川普 跑去RNC演讲了 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工会的老大 全美国最重要的工会的老大 在RNC里面发言支持共和党 一直以来共和党的形象就是 有钱人 华尔街 亿万富豪 富二代 然后现在共和党成为了一个 为劳工发生的党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 是大家被民主党洗脑 被左派新闻洗脑太严重了 这个道理川普讲了很久 而且很多次 很多的人都说是假的 然后现在这个Teen Master的工会老大 在RNC出现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美国的改变 整个美国政治的改变 想一想你认识的人 你身边的人 我在加州 所以我可以说是非常有感觉的 以前很多的人是支持拜登的 而且他们很大声 民主党什么都好 人权 但是今年真的很不一样 川普不再是一个佛地魔一样的人物 之前你如果说你支持川普的话 你会被所有的人讨厌 被攻击 被骂 甚至被开除 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 我在一间Santa Monica的一间服装公司工作 当时我也没有说我支持川普 我只说我不会投票 因为我不知道我要投给谁 川普跟希拉蕊 两个都很烂 然后我国中就开始认为说 我自己是个共和党 因为我的国中老师 我如果说大家有持续看我们节目的话 应该就知道我讲过 那隔了两个礼拜之后 我就被开除了 说是跟我跟我的Tim相处有问题 当时我是那间公司的设计总监 是那个Tim的主管 我不能说一定是跟我的政治倾向有关系 我只能说可能很有关系 但是今年我可以感觉到支持川普的人 愿意站出来的人更多 然后支持Kamala Harris的人 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到现在还在支持民主党的人 就是那些什么社工工会 那些专门花纳税人的钱工作 民主党变成了城市的党 大城市的党 大工会 大公司 变成有钱人的党 共和党反而变成一堆 普通老百姓 劳工 蓝领阶级的党 所以现在民主党当然要反击 所以他们就找到了一位 大概就是比较赤诚的 Sean Finn 美国汽车工会的老大 我们来看一下 And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Kamala Harris and Donald Trump the scab Trump is pushing the Biden conquer tactics of the rich It's the oldest trick in the book They want to blame the frustrations of working class people They want to take those frustrations They want to blame it on race They want to blame it on LGBTQ plus people 他整个演讲大概差不多10分钟 都很烂 但是刚刚讲的那一点 是我认为最烂的 他在那边说 共和党在那个地方 专注在教育 让大家攻击公立学校 共和党在那边专注 什么非法的边境问题 非法移民 然后共和党这样做 是为了要分裂劳工 但是我们知道 共和党他们的阴谋 我们要保护的是劳工的权益 这句话非常错误的点就是 最威胁劳工市场的 其实就是非法移民 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侵入美国 是很严重的劳工问题 压低了每一个劳工 美国的劳工的薪水 特别是基层的劳工 有人会说就是中国人没有啊 OK中国人来美国都很乖啊 也没有 很多中国人来美国带来的大量的现金 大幅的提高了美国的房价 你如果去Arcadia看一下 你就知道房价这几年占 这20年占了多少了 也就是说移民跟非法移民 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劳工问题 必须要解决的 川普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停止非法移民 让劳工的市场跟薪水 可以回到正常的水准 引进和会赴税的劳工 不只是一直从外国进钱来的这个劳工 川普在保护的是美国的劳工市场 但是Kamala Harris 是想要放大这个问题的 引进更多的非法移民 他在拜登的任期内 就是管理边境的 现在会有这么多的非法移民 就是因为他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说 共和党想要用边境的问题干扰劳工 但是其实美国的劳工问题 就是出在非法移民上面 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个劳工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美国人的工作跑到国外去了 美国加州的工作环境 非常非常的糟糕 Google连续几个月 都在大量的开除人 有的时候开除整个部门的人 那这些人的工作跑去哪里呢 Google还是有这么多人啊 我自己就认识几个台湾人 在Google台湾的办公室 OK他们最近被hire了 他们说是全球化的策略 也就是说现在全球化这个策略 其实是现在民主党的策略 给大公司为了要省人力成本 去国外设厂 摧毁美国的制造业 现在反而是共和党认为 全球化是不好的 那是自由贸易协定 对自己的国家是有害的 所以现在的立场跟观感 是完全相反的 很明显的就是谷歌这个样子的公司 就是在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钱财开除美国的工程师 然后在台湾印度新加坡找工程师 很多美国人失去的工作 工作移到外国去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AOC民主党的新星 大明星来炒热气氛 为了Joe Biden的出场做准备 In Kamala Harris I see a leader who understands I see a leader with a real commitment To a better future for working families And Chicago We have to help her win Because we know That Donald Trump Would sell this country For a dollar If it meant lining his own pockets And greasing the palms of his Wall Street friends And I For one Am tired Of hearing about how a two-bit union buster Thinks of himself as more of a patriot Than the woman Who fights Every single day To lift working people Out from under the boots to breathe Traveling on our way of life The truth is done You cannot love this country If you only fight For the wealthy and big business To love this country Is to fight for its people All people Working people Everyday Americans Like bartenders And factory workers And fast food cashiers Who punch a clock And are on their feet All day In some of the toughest jobs Out there This is a very special And are on their feet This is a very special This is a very special This is a very special 各位蓝领阶级的同胞们 你們感觉到 你們這四年 有過得更好嗎 有沒有人在 快餐店打工的 當你看到 麥當勞的 自動點餐的 那個機器 原本那 應該是你的工作的 現在變成 一個電腦 在那個地方 在餐廳打工的人 你們原本幫忙點菜 然後跟客人建立關係 然後服務好的話 就有更多的小費 現在你點餐 變成你要少一個 這個QR code OK對不對 Yeah 沒有錯 最低工資提高了 但是你認識多少人 被開除了 多少原本 應該在高中的時候 就開始有打工 累積經驗的學生 現在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part time job 只能辦助學貸款 畢業了之後 還不一定找得到工作 AOC說的其實 很不錯 他是個很厲害的一個 很會演講的人 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麼 就是要幫Joe Biden暖昌 所以要把氣氛炒熱 他也知道 他要討論 藍領階級的人 所以他才會一直強調 就說 我也當過 賣酒的小妹 我也當過酒醋 我們很愛勞工 就算民主黨 已經把美國的工作 賣到國外去了 就算美國的就業市場 已經被非法移民搞得亂七八糟了 但是至少我們還有AOC 在這個地方繼續騙我們 讓我們自我感覺良好 那第二個 AOC講的東西就是 川普 川普很壞 川普只愛錢 他如果可以的話 他會用一塊錢 把美國賣掉 他們其實很害怕 川普會把全部勞工的票 全部拿走 所以才會說這種話 事實跟證據 也都這個樣子顯示 川普不是這個樣子的人 我來告訴大家為什麼 因為 川普是在重振之前 就已經是個全世界 全美國最有名 最有錢的人之一了 川普從政的過程當中 大把大把的鈔票 從他的銀行帳戶裡不見了 如果他不從政的話 如果他更愛錢的話 如果他更想要的是有錢的話 他現在不需要付一堆的律師費 他不會有州政府 想要侵占他的土地 他的財產 不會有檢察官 想要他破產 然後真的在紐約那邊告他 川普總統 不管你喜不喜歡他 不管你覺得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你覺得他粗俗沒禮貌 什麼什麼的 假基督徒 他進入到政治裡面 真的是為了美國人 OK 真的是為了勞工才從政的 他如果只為了錢的話 他如果只為了自己的益出的話 他應該要繼續待在 馬爾拉高裡面 然後繼續經營他的高爾夫球場 繼續打他的高爾夫球 繼續經營他的五星級的 這個飯店旅館 繼續在石敬秀的apprentice上面 做他的大明星 那川普是什麼樣的人 OK 他當了總統之後 他的人生有什麼樣的改變 就是他當總統之後 他搭上空軍一號 然後是一個downgrade 為什麼 因為他原本的私人飛機 比空軍一號還要好 他是當總統了之後 住進白宮了之後 然後是一個downgrade 一個降級 因為他在世界各地的旅館 品質都比白宮還要好 所以你可以說 他沒有禮貌或是怎樣 但是你很明顯不能說 川普參政是為了要讓自己變得更有錢 AOC原本跟我們一樣 是個窮光蛋 OK 在咖啡店裡面當小妹 OK 他到了華盛頓之後 現在變了百萬富豪 Joe Biden 這一輩子沒工作過 他當政客當了一輩子 他現在變成了億萬富豪 Kamala Harris在從政之前 也是生意失敗好多次 然後也不是個有錢人 這些人 才是透過政治讓自己變有錢的 你的納稅金就是他們的提款機 然後Joe Biden的兒子 才是去全球到處跑 去烏克蘭 去俄羅斯 去中國大陸 把美國的利益賣出去 然後收了一堆回扣 讓他自己 他一家人都變成了億萬富豪 AOC這個演講的很好 因為他是個很會演講的人 但是他指控川普的東西 沒有一個是真的 而且全部都可以用事實來破解 而且全部所有的指控 全部都可以貼在他自己 跟他推崇那些民主黨的人的身上 最後一個我還想說的一個重點 就是介紹拜登出場的人身上 這個人剛好是他的女兒 Ashley Biden Joe Biden 是 the O.G. Girl Dad He told me I could be anything and I could do anything As a child I would sit on the leather Chair in his office Doing my homework And he would sit next to me Doing his work Drafting th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And he wasn't just a girl dad I could see And he wasn't just a girl dad I could see that he valued and trusted women How he listened to his mother How he believed in his sister And most of all How he respected My mother's career Dad was always there Doing everything he could To be a true partner to her 那這是一個很奇怪的選擇 Ashley Biden其實一直都沒有在 出現在新聞上面 報道上面 大家唯一出現的 大家對Ashley Biden這個名字 是有一點認知的 就只有一個 就是他小時候的日記被流出來 然後上面寫說 Joe Biden在一個已經 十幾歲的小女孩 他自己的女兒已經發育 已經有胸部的女兒 然後跟他一起洗澡 然後他Ashley Biden在日記上覺得 他自己都覺得這個樣子很不妥 這已經是被證實是他自己的日記了 因為Ashley Biden自己提告 而且還寫信給那個法官說 那個人偷了我的日記 那個日記是我的 所以DNC找這個女兒來介紹拜登 很奇怪 那至於為什麼呢 因為唯一的另外一個選擇就是 Hunter Biden 所以他們大概也不會想要一個 就是吸毒 一個crackhead 然後把骨科撿到白宮的國際罪犯 到處貪污的一個國際罪犯出來說 你看我爸多好 他把我培養了多麼棒 多麼健康的一個家庭 Oh yes 總之 這一次DNC就是一個大災難 而且毫無掩飾的在我們面前呈現 他們在欺騙我們 打壓我們 而且嘲笑美國人的智商 啊哈 反正你們不管怎麼樣都會聽我的 都會投票給我 那節目到最後我想要回到勞工 勞動力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就是說 你們基督徒都異想天開 什麼神會成就一切 那你就什麼都不用做就好了 你禱告就好了嘛 神什麼都會給你啊 然後我們的回答都是 OK 我們現在所有擁有的一切 都是神給我們的 為什麼 因為神要我們勞動 神叫我們要禱告 然後付出行動 哥羅西書3章23節 無論做什麼 都要從心裡做 像是給主做的 不是給人做的 我們做任何事情 都不是為了任何人 甚至公司裡的 在在在這個 幫老闆打工的 也不是為了老闆 為了加薪 而是為了神的果度 以弗所書4章28節 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 總要勞力 親手做正事 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我們工作 勞力 親手做正事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有餘 可以分給那些缺少的人 神告訴我們 他要我們一起同工 一起做善事 一起努力 神給我們力量 讓我們可以倚靠他 讓這個時代變得更好 神告訴我們說 懶惰是可恥的 不勞動者不可食 OK不可以吃飯 我們如果在乎美國 在乎美國的勞工的話 沒有錯 共和黨很爛 很糟糕 但是我們絕對 不可以投票給民主黨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一等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愛報導